01分-5 General 1 colon 1 起初神創造天地 General 1 colon 2 壁是空虛混沌冤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 colon 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 colon 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 colon 5 神称光,魏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 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知未丧尸,克佩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即使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辟邪规政论,第五六节,老母娘清静经云,大道无形,生于天帝。 可知天帝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帝先有此道。 道德经,守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陌生不代。 皇母殉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或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五。 道创天帝,而与天帝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佛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底生。 及其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代,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亦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万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地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依依依依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道真理。 老母娘此迅明明明明明一遍,光上帝次,而真宝藏无量此怀传一止,清须大化旧元皇至尊无上微灵力至圣心法附贤良三界法,与此云不失方,供母朝母娘万 灵归跟乐欢喜真 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 阿拉万物之真 载明明上帝 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 载一点明明上帝圣靠之意 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 超越现象界的明 且是内在的明 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 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 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 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 也是创造宇宙生于天地运行日月 掌养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 亦如无人本聚之本性良知 如碧瑶之大人 于顺之大小 下宇之大公 文王之道德 周公之大财 老子之感应 孔子之忠树 释迦之能静 耶稣之博爱 穆圣之清真 观音之道词 世智之喜舍 文书之大智 普贤之大行 弥陀之平直 观圣之刚正 纯阳之虚明 五目之经中 等十方众圣 三是诸佛 一切奥义妙底 无量智慧功德 神通妙用 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 尽虚空天法界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所看不到的一切 全是上帝所奠现的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 大而无极 但为天地 小而无内 细入无间 凡是日月星辰 将海景泉 白云彩虹 玉露霜雪 一花一木 一草一蛋 宇宙森罗万象 全在上帝的性海中 无量心虚形容 明明上帝是 无量智慧之根本 无量妙形之本 处 无量功德之源头 是真空妙有 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 是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 至高无上的 敬奉其得是圆绒完美 无缺的 三界十方 三界是指 欲界色 界无色界 十方 至东西南 北东 西 北东 北西 南 上下 要上帝的性体竟虚空 天发界无所不在 X 三界 二十八天图 万灵真 再说明上帝的圣灵 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 内气入无间 为外有之本源 外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实 在传统道场意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 具有形上意与形上意 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 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未尽凤其德 在主其尊用在万灵 便不衡用在补补言为犯其极情容其大说明 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意 自行与补母字相近 母字的形意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 是阴阳 代表用 体用合一为母 有体无用则至空 有用无体乃之相 集体集用集用集体 体用合一 集是佛也 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 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 表示超乎太极之外 贯乎太极之中 四点母字正转90度 要是先天灵性之母 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 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 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 两点是阴阳代表用 从代表无极 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 太极图各交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 一点如教天上天上帝 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 中庸交涉之礼 所以是上帝 天命之畏性 诗经小雅明明上帝 昭灵下土 大雅上帝灵如无二耳心 书经汤告为皇上帝 将忠于下明 若有恒性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如 遮纳无声等 法华文句会本法身如来明疲独 四番义 骗一切处 贪经一问品 若物无声顿法 见西方旨再叉 诺 大日经书一云 但应疲独遮纳者 是日之也明 即除安 骗明之意 也 同时六约所谓 提读纳者 日也 如世间之日 能处一切暗明 而生长一切万物 成一切众生是也 经法身如来逆复如是 不以为欲也 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 道德经有物混成 先天底生 及其辽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再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 自知约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四点 也叫真神 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 圣经创世纪上帝 竹古兰经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 智福乐日月 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 以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 而借雨水十一死的大帝复活呢 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三 真主古兰经 他是真主 是独一的主 一一二一真主 是万物所扬赖的 一一二二 他不生 也不被生 一一二三 没有任何物 可以与他匹敌 一一二四 真神道上帝生命 在他头 这生命 就是人的光 内光是真 光 照亮一切生 在世上的人 这等人 不是从嫌弃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乃是从上帝生的 导成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约翰福音一四 example 的称呼 在圆魂之意义,乃是自幼拥有的他,一极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 母之离天,在诸天之上,为外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实着舞动的能量。 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亦无所有。 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 斯瓦米维达帕若提斯瓦米叡巴尼。 这着火于家,约翰语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语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赐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赐在我们里面和处。 约翰语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 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 福音书作者 约翰语书的约翰。 神上帝,老母娘的灵赐在我们里面。 圣经创世记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 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记275,教禅道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静平主人公真主人真儒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 道家所言古神狐独玄聘住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 基督教掩石自驾用或施起窄门等等。 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 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 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明师之典。 是无法找到的。 可见求道的重要。 经典印证亦无有证法眼藏。 灭盘妙心,十项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叫外别传。 二佛在灵山墨远求,灵山旨在入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年花是重,事实重皆莫然。 为佳赦尊者,破颜为孝。 世尊约亦无有证法眼藏。 涅槃妙心,十项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叫外别传,附主摩和佳赦。 世尊至多子塔前,宁摩和佳赦,分作令作,以僧协离为之。 遂告约亦无以正法眼藏,密附于辱,辱当户时。 五灯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诸僧且离,必修三一之一,华译为众俱十一。 又称为大一,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做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 三五度是,足以夹杀遮为,不令人见,未说经高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静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举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 未会能曰,不是本性,学法无以。 若是子本性,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燎亮,全身就光明。 台中国企机电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中英对赵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宅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应造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台中国企机电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中英对赵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宅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国企机电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中英对赵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zero four eight l。 佛家颜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 开生二牛马羊狗之类,乱生眼鸡悲情之类,失生口于虾水族之类,化生一马一蚊虫之类,迷完公气天神。 杜齐在世侯开胃人,任母归根修道。 目的在疑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玉贤观。 永脱苦海,母自垂悟,叫黄母慈,是这恩师意志点。 杀身难报,崇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弱,不受失之点。 怎能脱苦,又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靠灾。 上超祖,下颖孙全平失利,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 黄母十诫第七诫,五交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 一点,穆罕默德克兰经文难料死。 速拜真诗,伴瑶希,二典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 赞美诗词作高歌,三典太上老君道得五天位严禁。 速拜公常早归根四典是加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 如然,自在,是,个五天孔老夫子,求神之话之旗旨。 静静安绿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玉叶红莲花。 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底,得了俏妙回老家物又奔墨。 是有忠实,知所先后,则定道矣。 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但物修道,本莫道志。 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道,在史密东波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 乌乌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波子曰其而后可。 庄子曰在楼椅,曰何其下叶曰在提,拜。 曰何其欲下邪曰在瓦,替。曰何其欲甚邪曰在史密。 东波子曰,东波子曰。 庄子曰曰此之问也,故不及之。 正或之问于监视律系也。 每下欲晃,辱为莫比,无忽桃物。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 庄子之被由第二十二老母娘的新生, 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 庄母遜子师界,一界,一当初天位分魂盾, 未叛妙明明无人或空空一团九六亿元佛子。 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 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宜身。 边及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 华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属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 至李纯然,侠无事,任熬游先天,尿井门眷来或下棋, 或将情谈施得是仙桃,点穷将寓意穿的, 是灯云鞋先衣先衫,老母娘的新生。 二,论无极为,圣御至善宝,静静而英通,万化万类根源。 自从那教此,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 七佛至李昆前,万八再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再至丑, 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不至心斗逐气, 将宁为底浦海山穿至宁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即洞皇即婚前老母娘的新生。 三道吉,礼礼即道须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书, 灾自无入九七奥妙世神千亦难尽颜天即成地即利, 万物七备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监律四的差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凡一次不肯致, 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窃酒三山坡红醉乐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石, 起来起早趁机会先依邪收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 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新生四为娘我悲痛类原子乎患耳众等速东奔末要再脸如若是仙衣邪交与卫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 这寒必冷饿了失踪国子可引心权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看, 问母我至何时方大家还母言达三其末, 大开普渡清烧书清迹请清度佛缘将道, 乃为救良善,将劫乃未收恶, 上些类已于探子归, 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生。 末节时期, 把握经献孝圣法前, 不畏考验监寿愿解共赴隆华, 即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 无量尊言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 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 跨作彩色凤凤, 任意取来, 献献无量尊贵于庄严。 无惧寒不惧, 属无数无, 还无阴阳无对待至里纯然里天无寒数冷热, 总是恰是温族, 无居无数, 亦无阴阳之对待, 只有纯然一环礼气。 礼天已跳脱必切阴阳对待, 故无阴阳寒属之分别对待。 自性至里纯然, 通达无碍, 故无数无管。 狭无事, 任遨游仙天妙景闷眷来或下棋或将情看前。 狭无事则任意遨游, 观尚仙天美妙景至, 或下棋于乐, 或谈情消遣。 离天之境无, 闷眷之, 是, 聚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 亦之所乐而为之。 施的是, 施的是仙桃或熊江玉衣, 穿的是穿云鞋先衣先衫, 施的是仙桃先果, 喝的是熊江玉衣, 穿的是仙衣先鞋。 仙桃或盘桃之果实, 亦称仙桃。 盘桃时周济东海有山, 明度所山, 上有大桃树, 盘区三千里, 曰盘母。 武帝内传七月七日, 西王母将, 以仙桃四颗羽帝, 第十则收七颗, 欲众之。 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 中下帝伯, 众之不生。 第乃指, 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 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离天是至善宝地, 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将欲。 四第至虚至静, 等而随通万物之造化, 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 纳交子慧气数已到为母, 我命欺佛至理, 昏前一元十二, 慧子慧开天丑, 慧屁地盈, 慧生人卯慧臣, 慧四慧五, 慧慧慧身慧人灭, 慧地灭, 慧慧天灭, 慧慧昏顿美慧各, 一万零八百年, 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七佛至世, 三佛收元七佛至世, 南方是爱佛六千年, 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卯慧东方, 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 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禅臣慧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 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四慧东北方济天佛五千八百年, 福西世代理佛五百年, 即六千三百年, 五慧中三佛收元然登古佛清阳琪, 掌天盘。 连慧慧释迦文佛红阳琪, 掌天盘。 灵山慧弥勒古佛白阳琪, 掌天盘。 龙华慧万八在七树足天是成就, 与又再世丑, 惧满地使完全子惠开天。 一万零八百年, 天成就丑惧辟地。 一万零八百年, 必完全智慧惧术景。 智世元满母惧元灵收回, 又会灭地, 须会灭天,还会重回魂顿星气升为天盘不至星斗卓气,将名为地普海山川青青之气,上升则为天。 漫天不满者和汉星斗,似为气界所居之处。 众卓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卓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湖海山川,似为象界所居之处。 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底,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叛。 盈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叶,相交替,阴阳阴云云云生万物品类。 四级是先天妙之分叛,本无级敬太及洞皇级昆前四级是先天妙底,开天辟底之分元。 无级主境,属理天。 太级主动,属气天。 皇级主化,属相天。 道即理理即道需灵之尿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 道本需灵能生一应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意图象及生化五万点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被东土立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被 这就是向天意称作活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死案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 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法人管理统治 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 子会开天丑会辟底赢会需要有人降生 时机一致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佛子 一骑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的差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致翻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 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 无奈可为我造下血就三山脱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下血就三山脱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石起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石 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 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 为娘或悲痛泪原子乎患耳重等速冬登末要在脸 老母娘因为要与众人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忽患重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 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外等 而哪个亦不肯再世灵凡老母娘 若把仙衣鞋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灵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 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 失松脖子可引心全到了凡间 若天气寒冷 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遇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 就取松子脖子失 口渴了 就取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 我日何时方大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叹奇 纷纷问老母娘 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答三期末 大开普渡清烧书 清记信清度 佛缘老母娘回答说 等到三期末节 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佛子 告一回家之路 家乡姓书黄母训子 诗戒 以及仙佛圣训 都是黄母烧书 请度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 心由一杯声大放为母 我且和同妇语 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开佛子 心中由 存精仪 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 如此经一悲痛 于是写下了和同给众元佛子 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师的和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元佛子东土 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烟 从此 黄母之缘开佛子便向东土奔石而去 典至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 并传地人间烟火 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 自此我众佛子受尽欧尖子各分东西 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肩熬 堂里白布宫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 不 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 想而再是苦母心难安 自三山脱一别到现在 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营会生人已来 为至今未知出已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自在世间受苦受难 皇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苦一别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母 将导差三佛伴末后 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 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 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差遣三佛伴里末后一拙的普渡收缘 三佛然灯不佛 释迦牟尼佛尼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意 认礼时修一礼 不依人修道 认指真 依人已出错 依礼是良心二行 功了愿天不能言 地不能与人能 从红到飞到红人结顿 儿的敦厚善良造就 母的完美人满儿的光明 坦荡照耀母的灵明心虚 儿的柔和宁静凝聚 母的慈悲感应 儿的知足感恩建立 母的欢乐喜乐 儿的无私无我灰映 母的无边无量儿的毅力 不遥气入母的永锤 不修本尊与分身关系 oncall 资料来源网址 http colon slash slash drive dot google dot com slash files slash g slash zero b underscore front one underscore keys one 点 switch slash v with 32 equals two amp lead equals one end page it equals 109538991504767448305 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母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获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佛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唯唯乎 唯天唯大唯大啊 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 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将大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 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情 生欲天地 大道无情 运行日月 大道无名 长养万物 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心见